偏僻路口 两辆汽车发生离奇追尾 四下无人 男子为何反复开车撞树 高速路上 驾驶员超速狂飙 与警车竞速 精情说看本期平安365 我在现场 大家好 我是劳山交警文员院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是劳山区高荣路和高盛路路口 这是一个叫VPMP的路段 越是在这样的地方 越容易发生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2月6号就在这里发生了一起 有猫蜜的交通事故 是什么呢 我在现场 眼前的这起车祸 发生在2017年2月6日下午 山东省青岛市劳山区 高荣路的一处偏僻路口 一辆宝马车 追尾了一辆大众车 民警接到报警后 立即赶往了现场 据宝马车车主张先生说 自己在通过路口时刹车不及 这才冲撞了大众车 不过撞损情况并不严重 自己和前车的驾驶员也都没有受伤 在民警勘察现场期间 宝马车车主张先生多次提到了 走车险理赔的事 如果这是意外追尾的话 那么民警认定事故后 张先生就可以按程序申请理赔了 当民警准备确认车辆 还有其他破损情况时 宝马车内的一团白色物体 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这团白色物体就是车里必备 但我们又极少有机会见到的安全气囊 安全气囊 只有在车辆受到强烈撞击时才会弹出来 以便减轻驾驶员的受伤程度 依照现场的追尾情况来看 撞击力度并不大 安全气囊应该是不会弹出来的 即使弹出来 气囊本身的冲击力也会使驾驶员面部受伤 可观察宝马车主张先生的脸上 却一点受伤的痕迹也没有 也就是这点让民警起了疑心 在对张先生的问询中 民警察觉这起追尾事故或许存在疑点 为了正式猜想 民警再次检查事故现场 这一回 果然在两车的后轮处 发现了端倪 追尾发生时 现场到底是怎样的情形呢 民警希望能从路口监控中获取答案 但抬眼环顾四周 却发现连一个探头也没有 发生交通事故的路口 这个车流量不是很大 我们观察了一下 周围也没有监控 所以当时就考虑 他这个现场肯定有问题 我认为他的车也没有模拟 我认为他也没有模拟 我认为他车也不须 民警随即暂扣了车辆 将驾驶员带回警队调查 在调取了出事路口附近的道路监控后 民警认定 这起追尾事故 应该是刻意伪装的 这两辆车是从里头去 一前一后 经过我们无数的喀口 明显的一前一后 就寻找这个 就是实施作案的地点 我又照顾一路重点 你怎么试试 你不意的 什么样子 只要照顾一万 就去抓牌队 抓牌队里 很重要的 经过审问 张先生承认 自己是刻意伪造的追尾事故 据他交代 他与大众车车主是认识的 当天两人开车在路上行驶了很久 在找到一处偏僻没有监控的路口后 才敢实施他们的追尾计划 张先生炸饱未遂 自食恶果 事后不仅没得到保险金 反而要自行承担 两车相撞的五万元损失 像张先生这样 爱贪小便宜的车主 如今并不少见 他们总是会在车险理赔上 试图钻控 自导自演的交通事故 也越发千奇百怪 这离奇的一幕 发生在一周后 劳山区的另一处小区内 从画面上来看 一辆白色SUV 静直地撞向了大树 而后 从驾驶室出来两名男子 走到树旁看了两眼 接着再次上车 发动油门撞向大树 劳山交警大队 接到了这辆白色SUV的车主 田先生的报警电话 称他的车 不小心撞到了树 想申请车险理赔 请民警来现场认定意外事故 眼看好好的车被撞得缺了好几大块 民警也是唏嘘不已 但下一秒望向地面时 民警却对这起事故产生了疑问 在车与树之间的地上干干净净 一块大的车碎片也没有 撞树造成的碎片难道凭空消失了 民警上前仔细看了一眼被撞的大树 这一看 竟看出了更大的疑点 车辆树黑程度挺严重的 但是撞的树 树黑程度比较轻 就是一个刮痕 地上没有撞损的碎片 车和树的损坏程度也不相符 民警当即判断 这里并不是车子被撞的第一现场 车子应该是在别处被撞后 再开到这里来的 一家里住 来这 我问到现在是不安 这点 公司走嘛 公司走 都在说多少时间 你这么些人还没点事啊 你几点几分 开始订了这个地方 忘了 倒是不安 在这个时间 和我们到达现场的时间 以及触发这个路线 这个时间 对不起来 现场就支支吾吾 说不清楚 我感觉从这个 了解当事的谈话当中 发现这个事故 可能有疑问 原来 田先生挖空心思的导演了一出 撞树骗宝的戏码 但他却浑然不知 自己的一举一动 全都暴露在了小区的监控之中 炸宝未遂 不但没摊上小便宜 反而要全部承担修车的费用 真是得不偿失 再看接下来的这位 同样学别人开车撞富 但他要承担的 却不只是修车费用那么简单了 这是江苏省公安厅四红县交警大队 接到的一起车辆出现报案 画面中 这名姓李的男子 声称自己的奔驰轿车 因躲避其他车辆 撞到了一棵树上 但民警在调查后却得知 这是一起故意伪造的交通事故 李某在汽车修理厂工作 他曾多次 或通他人购买高档二手车 伪造交通事故 骗取保险 李某用来伪造事故的奔驰车 修理大概需要十万元左右 而如果在自己的修理厂维修 只需花费五万元即可 这样他就可以从理赔金中 获取高额的差价 李某多次诈保得手 行为已构成犯罪 当地警方依法立案 炸保属于触犯我国法律的犯罪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8条规定 进行保险诈骗活动 数额较大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法金 即便是炸保未遂者 也将事情节轻重 予以治安居留等相关处罚 行车中保证自己和车辆的安全 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您正在开车 还在考虑下一秒 撞向哪里来伪造事故骗保 那就是在拿您自己的生命 和他人的交通安全做赌注 高速路上民警截停超速飞车 胆子蛮大的 警察在后面追你 细查之下 驾驶员身上另有一点 先坐着不要动 先坐着不要动 带靠审讯 期间他都供认了什么 平安365 我在现场正在播出 大家好 我是湖北高速交警张继轩 我现在所属的是 湖北省随越高速路段 2月17日 一辆私家白色越野车 竟然在高速公路上 与一辆巡逻的警车飙车尽速 现场究竟是什么情况呢 我在现场 2017年2月17日下午 湖北省高速交警总队 监力大队的民警们 像往常一样 在随越高速上 进行着巡逻工作 突然 后视镜中一辆白色的越野车 引起了民警们的注意 这辆白色越野车车速诡异 先是跟在警车后面 时缓时快 之后 猛然一脚油门 超过警车 疯狂逝去 在他超越巡逻车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他车辆后面拍照 有一位数字 与其他数字的颜色明显不符 可能存在变造号牌的 尾巴行为 发现情况后 民警马上向前方 京越大桥收费站 卡口通报 对这辆疑似伪造号牌的 白色越野车 进行拦截 西伙 我听了 你胆子蛮大的 警车在后面追你 我跟你说 刚开始你看前面有个警车 就一直搁在后面 不敢操 对 然后过来操了之后 开199 白色越野车刚才的车速 已经高达190千米每小时 属于严重的超速行为 驾驶员向林警解释 自己家中有事 很着急 所以才超速 我就贴这个牌子 来 把这个东西给我了 为什么要贴这个 他就从裤子口袋里面 掏出了一个号牌贴片 他表示他家里有急事 要求我们快速简单处理 面对严重超速 和伪造号牌的双重处罚 驾驶员表现出的情绪 不是担忧 而是非常的急切 他不停催促着 民警快速处理 如此着急地想摆脱查处 反倒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民警注意到 驾驶员身穿的蓝色上衣 在大冷天里 显得格外醒目 二月寒冬 驾驶员居然仅穿着 一件单薄的上衣 但他似乎并不觉得冷 反而异常亢奋 精神异常亢奋 说话含糊不清 头部晃动频繁 这种种表现 让民警得出了一个猜测 我们怀疑驾驶员存在吸毒的可能 如果是毒驾 那驾驶员的身上和车上 是否还藏有其他毒品呢 为了寻找证据 民警一边对白色越野车 展开细致搜查 另一边把人带进执法港厅 进行控制 执法港厅内 民警搜查了驾驶员杨某身上的携带物品 却一无所获 而精神亢奋的杨某 越来越控制不了自己 雕呼反常的身体状态 全程表现的行为无序 语言混乱 令寒查审问很难推进下去 但很快 从他车上的发现 令调查有了很大的进展 在车内发现的一大包白色墨状物 令气氛一时间变得紧张起来 民警立即将杨某带往审讯室控制 并通知禁毒大队赶来协助 杨某件事情败露 不打自招 主动供认起了自己吸毒运毒的犯罪事实 就九百多块 九百多块 叫什么 这个开开开 东西是谁放的车子 放的车上是我一个朋友递的我 我自己放的 你帮他送这一次货他给你钱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他说到这边来 打个电话就有人过来 没事 我就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那这就 你是叫民属毒品的 你今天有吸毒是吧 今天多年了 今天吃了两三个多了 三个还三个 三个 芒果是吧 芒果 通过审讯民警得知 杨某并非初次吸食毒品 从2010年起至今 他已有将近七年的吸毒史 事发这天 杨某为牟利 开车将一千零一十五克的毒品 从湖北运往湖南 路上避免监控查补 他将车牌号变造 并在开车前 吸食了近三颗麻果 当天 杨某被刑事拘留 移交禁毒大队调查处理 由于吸食毒品后 精神集团亢奋 人的判断 怀疑能力会明显下降 出现情绪失控 精神恍惚 产生幻觉 独驾对于道路交通安全的危害 超过了酒驾 吸食毒品后 驾驶车辆 会对公共安全带来无法预知的危害 为了家庭和他人的幸福 请远离毒品 2017年3月28日 16点25分左右 在航浦高速公路 杭州北收费站 一辆蓝色货车突然冲进收费通道 先是撞倒了收费站的栏杆和线高牌 然后又撞毁了收费港亭的玻璃 向前冲了200米后 才停了下来 事后交警了解到 货车在行驶过程中并未出现异常 不料 当行驶至收费站附近时 驾驶员却发现 刹车突然失灵 看到前方收费站排起了长长的车队 司机情急之下 只得挂了低速档 将车辆驶入一条 已经关闭的收费通道 这才避免了人员伤亡 平安365提示司机朋友 要定期对车辆进行保养和检修 避免此类尸骨蛋再次发生